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九百八十六集 轰的一声 那无数的暗光竟然隐藏在虚空之中 清晨立即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周围在虚空之中震荡 有着一道无形的力量要侵蚀过来 巅峰五帝的杀手果然可怕 巅峰五帝 哪怕是再弱的巅峰五帝 对空间规则的掌控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深的地步 结合暗杀手法 绝对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 但是 清晨却宜然不惧 甚至冷哼一声 气势再度爆发 真元涌动下 四周的虚空顿时再度凝固起来 卢子安感觉到自己的还刃 暗机像是渗透入了一道无形的泥草之中 再也无法向前激发 顿时脸色大变 秦晨在空间造诣上 领悟绝对达到了不弱于自己的地步 他现在甚至怀疑秦晨 是一个巅峰五帝在故意隐藏修为了 而且 秦晨这一拳中蕴含的无尽杀戮一径 已经席卷过来了 他铁青着脸色 知道自己如果不能冲破秦晨规则的束缚 那么绝对会陷入秦晨的节奏中 到时候 自己的出手被秦晨完全压制 一旦他的珍宝被压制 他可能就真的危险 更何况 边上还有饶元庚和蒲兴昌两个人 卢子安甚至都没有细想 就已经开始燃烧精血 在他的还刃匕首一松的时候 他立即就松了一口气 同时就要后退 轰了一下 秦晨怎么会给卢子安后退的机会 在卢子安气势松懈后退的一瞬间 秦晨的杀戮权益 顿时疯狂地爆发了 震耳的轰鸣声响起 秦晨的杀戮权益 瞬间化作了一条怒龙 轰在了卢子安的还刃之上 伴随着今天的轰鸣响彻 无光四射 卢子安只觉得一股可怕的距离传来 他竟然无法抵挡住一股可怕的杀鱼 前所未有的杀戮规则席卷而来 竟然透过了那还刃防御 瞬间轰在了卢子安的身上 卢子安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没想到秦晨的攻击竟然如此的可怕和刁钻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惊慌 因为经过帝兵的阻拦之后 秦晨的权益只剩下了一半不到 他好歹也是个巅峰五弟高手 根本不相信秦晨只剩下一半的威力 还能伤到自己 可他心头中的念头还没落下呢 脸色再次地变了 那席卷而来的攻击虽然只有一半不到 但是却如同一头洪荒巨兽一般狠狠地撞在了他的胸口 咔嚓一声 五哥碎裂声响起 卢子安狂喷一口鲜血 胸口被秦晨一拳轰地塌陷了下来 五哥碎裂之声此起彼伏 身上的肋骨都不知道瞬间断了多少根 他惊恐后退 同时急忙拿出了几枚丹药吞服了下去 然后不等秦晨继续出手 就惊恐地大叫道 陈兄手下留情 鲁毛认输 得罪之处 还请陈兄谅解啊 他口中喊着一脸的惊恐之色 秦晨并没有追杀卢子安 他一招之下 虽然重伤了卢子安 但是卢子安身为暗阅杀手组织的副统领 身上的手段不知道有多少 必然还有不少隐藏的杀手锏 当然 他想要击杀卢子安 是完全没问题的 最多麻烦一些而已 可黑修会刚刚在天雷城建立 如果自己强行击杀卢子安 消息传回暗阅 难免会有一些麻烦 更何况卢子安只是暗阅的副统领 暗阅定然会有一个更强的首领人物 秦晨担心的是暗阅那个郑首领 在无法做到斩草除根之前 现在对方求饶了 秦晨自然也就见好就收 不过 这也不代表他就放过了对方 若是对方不给出赔偿 或者说给出说法的话 哪怕对方的背景再强 秦晨也不可能轻易地就放对方离开了 卢子安见秦晨没有追上了 顿时松了口气 他并没有想从秦晨面前逃走 如果他能逃走 秦晨也不会这么随意了 更何况在他的心里 秦晨已经变得神秘无比 对方起码也是和他一样的巅峰武帝 他心中暗恨不已 你说你一个巅峰武帝 没事装什么低级武帝 如果他早知道秦晨是巅峰武帝 哪怕就是巨步武帝 他都会有些忌惮 起码弄清楚 对方真正来历之后才会出手的 卢子安不知道 秦晨并没有欺骗 还真的只是个中期巅峰武帝而已 而不是什么巅峰武帝 此时一旁的饶元庚和蒲行昌 都已经看着傻了眼了 万分震惊地看着秦晨 同时心里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产生和卢子安一样的心思 否则的话 他们的下场 绝对不会比现在的卫子阳强上多少 卢子安的强大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真要交手起来 他们除了逃跑没有别的办法 可就是这样的巅峰武帝 在秦晨的面前 竟然片刻时间就受伤了 甚至直接认输 要知道 武者都是有尊严的 更不用说是卢子安这样的巅峰武帝了 认输就意味着卢子安看来 即便是在他全力出手的情况下 也未必是秦晨的对手 这是什么样的修为 不过 饶元庚和普兴昌 在知道了秦晨的厉害之后 非但没有丝毫的担心 反而是更加的惊喜 因为现在的雷霆之海 实在是太危险了 秦晨实力越强 他们反而就更加的安全 秦晨可不知道 饶元庚和普兴昌的想法 他盯着卢子安 冷笑道 你想动手就动手 想认输就认输 哪有那么好的事 秦晨可肯定 这是他占据了尚峰 如果是卢子安占据尚峰 自己的下场 肯定会很凄惨 卢子安犹豫了半天 取出了一个玉瓶 递给了秦晨说 陈兄啊 这里有一瓶地缘丹 能够在短时间内 恢复一名巅峰五帝的真元 卢某对陈少的修为 这敬佩不已 这几枚丹药呢 对陈少也有不小的帮助 就送给陈兄了 地缘丹是九品的丹药 而且在九品中的等级 还不算太低 能够快速地恢复 巅峰五帝的真元消耗 之前卢子安 就是依靠着地缘丹 才能在真元几乎耗尽的情况下 快速地恢复修为的 秦晨听到是地缘丹 脸色对时沉了下来 这地缘丹虽然是个好东西 要说呀 在天雷城也算是极其的珍贵 其实任何丹药只要达到了九品 都是珍贵至极的 更不用说是地缘丹 在九品丹药中还不算垫底 可是秦晨根本就看不上这东西 它是九品的丹道地势 而炼制地缘丹的主材料 就是地灵草 是九级的灵草 但是这种灵药在飘渺宫的圣药园中 却有不少 如今都在他乾坤造化雨碟中重振 如果秦晨想要地缘丹 分分钟就能炼制出来解禄 岂会看得上卢子安 现在拿出来的几粒呀 大发叫花子呢 卢子安看到秦晨脸色一变 立即知道不好 不等他再说话 秦晨浑身的气势顿时涌动起来 无尽的杀意 就好像是宁而不发的火山 在爆发的前起 卢子安感受到后 心里更是大忌 这种气势比起 刚才和自己对战的时候 还要霸道许多 莫非秦晨刚才出手 还没有施展权力吗 想到了这里 卢子安哪里还敢有半分犹豫 赶紧再一次取出了一个 淡青色的玉盒说 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想必陈兄一定会感兴趣的 秦晨接过了玉盒 直接就打开了 随着他发现 玉盒里面竟然是一颗矿石 这颗矿石通体幽蓝 上面有着星星点点的斑纹 好像是满天的繁星一样 齐随幽蓝 秦晨立即就痴青地说出了声 齐随幽蓝 这是一种矿石 并且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矿石 传闻 只有在地心深处才会诞生 这种矿石本身没什么功效 无法炼丹 甚至无法来炼制任何的宝物 但是 对各种火焰有巨大的比异 齐随幽蓝 能够净化任何的火焰 血灵火 地火 甚至天火也可以 这绝对是地级炼药师 都能梦寐以求的宝物 看见齐随幽蓝 秦晨心里自然是大喜 这东西才是他需要的 有了这个宝物 哪怕不能让青莲妖火直接晋级 也必然可以让青莲妖火 再一次得到提升 得到净化 特别是在这雷霆之海中 青莲妖火越强 那他自然也就越安全 想不到自己竟然意外 得到了一枚齐随幽蓝 秦晨心中 顿时是畅快无比 卢子安呢 则是一脸的肉的 显然 他对这矿石 也是十分地了解的 急忙的 对对对 就是齐随幽蓝 此物乃是卢某 在某个遗迹中所得 纯纹能够让各种火焰升级 还望 陈雄笑纳 笑纳 当然要笑纳 秦晨直接将齐随幽蓝 扔入到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卢子安静 秦晨收下了齐随幽蓝 心里 总算是松了口气 转而 是大大的肉桃 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矿石 却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丢在了这里 当初他得到齐随幽蓝 那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而他显然不是炼药师 修炼的也不是火系的功法 但是之前之所以敢向秦晨索要清烈妖火 完全不担心会吸收不了清烈妖火 就是因为有齐随幽蓝的缘故 齐随幽蓝不但能让火焰升级 也能让一名在火系规则上领悟并不厉害的武者 掌握一些特殊的强大火焰 但是 现在这一切都砸了 哪怕是现在秦晨将清烈妖火真的给拿出来送他 以他的造诣 想要炼化 也绝非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你怎么还不走 秦晨收起了齐随幽蓝 看到卢子安还站在一旁 顿时肘眉说道 卢子安的脸上露出了尴尬之意 善善笑道 陈兄啊 先前卢某冒昧得罪陈兄 还请陈兄再给卢某一个机会 好让卢某补偿陈兄啊 卢某愿意在陈兄身边为陈兄出谋划策 安前马后绝无二爷 卢子安大意凛然地说道 其实啊 他一分钟也不想留在这里 但是他也知道 没有了秦晨 没有了奇异火种 若是他独自离开之后 再遇到那诡异黑影 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所以啊 撇着个脸 也要留在秦晨的身边 就算是丢些脸 也总比丢了命强了 秦晨看了卢子安好几眼 如何不明白卢子安的目的 想不到此人都已经是巅峰府地了 居然还这么不要脸 他真的是一个杀手 而不是个无赖吗 你愿意留下来也不是不行 不过一定得听从本少的吩咐 如果过会儿再让本少看到你有任何的不轨 那就不是赔礼道歉就能解决的了 秦晨冷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硬赶卢子安离开 卢子安本来被秦晨看得一脸尴尬 此时听到这话 顿时大喜 急忙道 陈兄你放心 我卢子安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绝对不会阳风阴伟的 这点还请陈兄放心 不信的话 饶兄和朴兄都可以为卢某作证啊 秦晨摆了摆手 作证这种事情就不必了 他从来不会相信所谓的证言 他只相信实际行动 解决卢子安的事情之后 秦晨又立即来到了魏子阳的身边 此时的魏子阳已经清醒了过来 吞服了疗伤丹药之后 身上的伤势已经是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还是无比的虚弱 现在看到秦晨走过来 顿时满脸的惊恐和忐忑 一颗心扑通扑通地乱跳 急忙道 魏某有眼不识好歹 得罪了陈兄 还请陈兄恕罪 他心中惶恐不已 就怕秦晨对他下手 魏子阳 你这样就不上当了 老夫都拿出了七岁又篮 向陈兄赔罪 你说恕罪 难道没一点表示 没等秦晨开口 卢子安就挑了出来 当了急先锋 迫切地要在秦晨面前表现 没办法 谁让他现在还要靠着秦晨呢 魏子阳的心中 立即就是大恨 如果不是因为你卢子安 他会对秦晨冒出这样的念头来 他只是一个巨步五弟啊 先前之所以敢出面 那就是因为卢子安站出来了 没想到这回回头反而针对他的是卢子安 但是卢不敢有任何的反驳 急忙从身上拿出了一些宝物 想要换取秦晨的原料 这些宝物都颇为珍贵 但是秦晨的脸色却一直并不好看 因为这些宝物对他现在而言 并没有多少时机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